第134集 却出现在京城 这是大罪 徐正虎的褶子里 也只好说 徐圣荣不幸被丐群邪果 流落至京城 如今病得极重 求皇上安准 允其养好病 再回太原府戍边 皇上位置可否 将褶子留中了 徐圣荣就这样 糊糊突突地 留在京城养起病来 城王府里 没了主事的人 周世元被国子监祭酒 郑震德 居在国子监 连大门都不准他踏出半步 京北王只好一力 应成下徐府的事 替徐圣荣请太医诊治着 毕竟人是京北王府 发现送回去的 徐圣荣昏迷了两三天 才清醒过来 却无论如何 也说不清楚 自己是怎么被人略去的 又是被谁略去的 只知道睡着时 还和周世新在一处 醒来时 已经黑漆漆的 不知身在何处了 只知道是在车上 只知道车子在动 却听不到 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动静 直到半夜 被扔进乞丐群 被乞丐们日夜凌辱 最后跌进了 京北王府的周同里 才算跌了回来 将近一个月的担忧折磨 徐正虎和妻子 已经是白发满头 也不愿再多生枝解 只求着盼着 能守着徐正荣 得个平安 救世万福 徐圣荣的归来 和汝南王府 自然没有任何影响 汝南王府 亦是听理 田嬷嬷带着两个婆子 各自捧着本厚厚的侧子 正恭敬地和李小暖回禀道 少夫人 依着世子爷 这八月里的规定 府里的婢女啊 年满十八岁 就得出嫁配人了 这过了年啊 这府里上下 年满十八岁的婢女 总计三十七人 年满二十的小丝 总计三十三人 田嬷嬷顿了顿 看着李小暖笑着说道 这年满十八岁的婢女里头啊 就有王妃身边的大丫头 春草和东梅姑娘 王妃一向戴下宽厚 戴这些近亲事后的丫头啊 更是极好 多是让她们自己责任嫁了的 李小暖笑着点点头 我知道了 这些婢女小丝 嬷嬷就费些心力 就是配呀 也要让她们彼此欢喜了才好 春草和东梅的话 嬷嬷就先放到一边吧 回头我和母亲商量了再说 田嬷嬷答应着 捧着侧子又细细的和李小暖说着 年纪大到不能当差 要回去荣养的下人 和生了病 需要福利接济的下人们 直商量了大半个时辰 才算粗粗定了下来 田嬷嬷带着婆子告了退 李小暖歪在榻上 吃了几粒桃谱 才起身往正院去了 正院王妃居住的正屋后头 有个极小极精致的院落 住着春草等四个大丫头 今天是夏合和秋贵当值 春草兴事重重地 随手拿了一件针线活 去了东梅的屋子 她和东梅自小一处长大 又一处进了这院当差 两人几乎是无话不谈 春草敲了一敲东梅的房门 推门进了屋 东梅正歪在床上 凝神绣着一只鞋面 见她进来也不起身 只扬了扬下巴 示意她自己随意 春草挨着东梅歪到床上 探头看着东梅手里的针线活 皱了皱眉头说道 你真要做这样费眼睛的活计呀 说不定少夫人 也就是随口说说罢了 嗯 东梅心神集中在手里的针线上 也不知道听没听清楚春草的话 只随意答应着 春草伸手夺过东梅手里的针线 称怪道 我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啊 这会儿啊 就慢慢做呀 一来的 也不用这样干呢 东梅将手里的牛毛细针 扎到绣绷上 抬手揉了揉眼睛 笑着说道 听到了 你不就是说少夫人是随口说的 不让我当真吗 嗯 春草将针线活 小心地放到旁边的高机上 转头看着东梅 叹了口气说道 唉 你还有闲心做这个呀 我这几天都愁得睡不着觉了 东梅的脸色也阴郁下来 看着春草皱着眉头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心思呀 还是收一收 春草扭过头 固执地看着窗外 东梅重重地叹了口气 伸手拉了春草的手 伤感地说道 唉 咱们也不是没偷着去 看过那院子里的杨姨娘和陈姨娘 你看着 你就没点想头 还要这么一头扎进去 哼 不还有许姨娘吗 春草嘀嘀地说道 东梅伸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春草的头 狠狠地说道 哎呀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多大 少夫人多大 你要做许姨娘 就该打王爷的主意才是 你这是什么话 春草有些生气地说道 我不是贪图是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 我知道 你别急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嘛 你这心思呀 我劝了你这么些年 也就是听不到心里去 这姨娘 咱们这府里的姨娘 不是那么好当的 哪里有好好挑一个小四架了 两个人就那么安安分分地过日子的好 东梅皱着眉头 看着春草 叹着气说道 春草往后靠到被褥上 垂着眼帘 一点点地转着手里的帕子 半上踩滴滴地说道 东梅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咱们两个遗出这么多年了 比亲姐妹还亲呢 我这心思呢 半分也没瞒着你 你知道 我头一回见狮子爷 就 春草咬着嘴唇 顿了半上 东梅耸拉着肩膀 重重地叹了口气点点头 我知道 可咱们是奴婢 割主子眼里呀 不过就是个物件 算了算了 我不说了 你也不是不明白 我都明白 我也知道 世子爷对少夫人好 少夫人 也不像王妃那么好心 可我从来没敢想过 世子爷对我好 我只想跟在她身边 侍候着她 世子爷身边 总要有人侍候着 少夫人 总有不方便 不能侍候的时候 王后 再还了孩子 这世子爷身边 总不能不放几个人呢 我也不求着 有姨娘的名分 坐通房 坐暖床 丫头都行 我只想跟着她 侍候着她 能看到她 能听到她说话 就万事知足了 东梅往后扬倒着 一边摇头 一边叹着气 春草抬头看着东梅 固执地说道 我就是想着 能侍候她一辈子 她身边 总要有人 侍候着不是 唉 你既铁了心呢 我也不拖劝你了 过了年 咱们就满十八岁了 这一事 也不能再拖了 你得赶紧找机会 和王妃说了才行 过了年呢 若是田某某那边的 纸婚单子下来 可就来不及了 主子们指婚 可没有跟咱们 商量的理 春草连连点头 嗯 我知道 明天 咱们两个当职了 我就去求了王妃 你呢 我那点事啊 哪里算得了事的 她已经去求过田某某了 王妃若问哪 我就说 若不问 也就不用多说了 春草输了口气 笑着说道 长福哥人好 又能干 你嫁了他呀 往后的日子肯定过得好 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起闲话来 腊月初 陈王请求举家进京 贺岁的折子就递进了宫里 皇上立即照准了 这进京贺岁的折子 腊月初才递进宫里 已经是极晚了 从太原府到京城 急行军也要七八天 一路递送皇上的旨意过去 陈王再带着全家入京 带着家眷 毕竟不是急行军 路上再怎么改 也要二十来天吧 等人回到京城 年也过完了 运翠宫正殿 皇上脸色阴沉着 歪在东乡榻上 沉默着 看着陈贵妃 舒展和缓地分着茶 见她分好茶 在水面上调出符 花开月明的图画来 直起身子 端起杯子 慢慢喝了一口 闭着眼睛 瓶了一会儿 才睁开眼睛问道 问过太医了 嗯 今天宋医正进来诊外 我就问了她 如今哪 徐圣荣的病 是公太医诊着的 哦 公太医 皇上惊讶地说道 陈贵妃满脸好笑中 带着一些不人 拍手掩着嘴 轻轻咳了几声 踩低声说道 嗯 我刚一听呢 也奇怪得不行 这公太医 最善的是伤渴 这个恶疮啊 无名肿痛啊什么的 倒是极拿手的 徐家 怎么会请了她 给徐圣荣医治的 宋医正 就吱吱呜呜地 说了半天 我这才明白 感情 陈贵妃抬头看着皇上 满眼怜悯地 接着说道 徐圣荣啊 被那些乞丐们 携裹了去 竟被欺负着 做了男宠 被欺凌得太过了 伤得厉害 公太医呀 说治倒是治的 只怕呀 得调制上半年一年的 才能好呢 这旁的 倒都还好 皇上皱着眉头 半嗓 竟突然笑出了声 抬手点着 陈贵妃 我一直疑惑着 这徐圣荣失踪的事 到底是谁做的手脚 如今看 也不用移到别人头上 这是小客弄的鬼 陈贵妃满脸惊讶地 看着皇上 皇上直起身子 看着陈贵妃说道 等她回来 你只管问她 她倒是长精了 陈贵妃不安起来 就要站起来请罪 皇上伸手拉住她 笑着说道 你别惊慌 只怕是这徐圣荣 见到小客去了 北三路 以为 皇上轻蔑地哼了一声 收了笑容 冷冷地接着说道 哼 大约是觉得 能找回点什么了 只怕是惹到小客 那个混世魔王 哼 吃点亏也好 若是能从此安分些 倒也是好事 也不至于哪天送了命去 皇上 这小客 老这么惹事 可怎么好啊 陈贵妃忧虑万分地说道 皇上轻轻拍着她的手 温和地安慰道 你别担心 这小客虽说胡闹了些 可做事极有分寸 并不荒唐 办差打仗也都好 不过呀 是年少轻狂罢了 过几年呐就好了 别担心啊 这趟北三路的差事 就办得很好 陈贵妃输了一口气 面容放松着 笑了起来 初八日 李小暖一大早起来 陪着王妃在二门里 接了福音寺的御佛队伍 忙着散了腊八粥 各个门房里 抬了成框的铜钱过去 背着打夜壶的来逃赏钱 从这一天起 算是正式进入了 过年这件大事中去了 李小暖在议事厅的时候 从上午的小半个时辰 一直延长到 要在议事厅吃了午饭 再忙上一个多时辰 才能回到清廉院 这天 李小暖这和几个婆子 对着准备送往 晋江侯家 卢家等几家近亲的李丹子 二门外头守门的婆子 禀报了进来 拖着张李丹子 送上来禀报道 回少夫人 外头回市处马管市 来请示少夫人示下 这张李丹子 是新任御史 邹应年府上送过来的 抬头是写给 世子爷和少夫人的 外头的管市们 不敢自专 特来请少夫人示下 玉板忙上前接过 婆子手中的李丹子 递给李小暖 李小暖 微微瞇了瞇眼睛 盯着玉板手里的李丹子 看了片刻 转头吩咐着婆子 嗯 跟马管市说 这周应年 与咱们府上衙 没有半分关联 这天上掉下的李 是收不得的 退回去吧 是 婆子恭敬地答应着 从玉板手里 接过李丹子 退了回去 李小暖 看着婆子出了门 心里恶心着 泛起浓浓的腻歪来 这个时间 有些事 有些礼和礼 他还是无法接受下来 忙过了一阵子 李顺了 渐渐李氏的时候 又短了下来 李小暖在一室听 听完婆子回事 去了正园 王妃吩咐着李小暖 也没外人 咱们也别那么多规矩 来 你坐下 陪我吃饭吧 吃了饭呢 我还有件事 要和你商量呢 李小暖也不多推诿 笑着答应着 夏合和秋贵 忙带着几个小丫头 摆了碗筷 侍候着李小暖坐下 侍候着两人吃了饭 范碧 王妃歪在东乡榻上 接过李小暖奉过的茶 抿了一口 示意李小暖坐下 摒退了屋里侍候的 丫头婆子 笑着说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也知道 这院子里呀 过了年 就满十八岁的 就有我身边的两个大丫头 春草和东梅 李小暖忙点点头 王妃看着李小暖 接着说道 这些丫头啊 事后我这些年了 一向是尽心又尽力的 都是懂事名里的好孩子 个个儿啊 我都心疼着呢 如今这大了 要嫁人 自然也想让他们嫁得顺心这些 前几天呢 我就寻空 问了这两个丫头 东北也就算了 家里呀 有人求亲 她自己也愿意了 我也让人打听了 世门极好的亲事 我也就放下心了 就是这春草 倒是把我给难住了 王妃长篇大论地说着 李小暖宁神听着王妃的话 笑着不停地点点头 表示着赞同 春草这丫头啊 脾气温和 人也是极细心的 这些年呢 一直坐着我这屋里的大丫头 别说夏合她们几个 就是求嬷嬷 和那些外头的管事嬷嬷呀 也都敬服着她 她娘又是早先跟着我 陪嫁过来的丫头 可惜呀 死得早了 唉 王妃重重地 伤感地叹了口气 顿了顿 才看着李小暖 为难地接着说道 这丫头竟跟我说 想到你院子里 去事后小课去 李小暖 眨了啥眼睛 王妃眉头拧了起来 更加难胃起来 小课那脾气呀 从小 这身边的丫头 都是她自己挑了满意 才可以用的 这春草的想头 她不点头啊 我就没敢满口硬撑下来 这两天我想着 如今你管着府里这些事 她又是想到你院子里去 这人呢 我就交给你了 你看着安置吧 能顺了她的心意最好 若是小课实在别扭着 你也别跟她顶着 小课那脾气呀 可没人敢跟她顶着的 若小课真是不肯了 你也别勉强 只好好的给她挑个好人家架了吧 李小暖满脸为难地 眨着眼睛 垂着眼帘 点头答应着 想了想 抬头看着王妃见一道 王妃的吩咐 我记下了 只是这人 还是先在母亲身边 事后着 爷过几天呢 就该回来了 我先找了机会 探探爷的话 若他肯呢 等节后就接人过去 年节里头啊 母亲这里是多繁杂的 若他走了 心跳上的人 一时恐怕也接不上手 委屈了母亲倒是不好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事儿啊 也不急 咱过了年再说 王妃忙笑着答应着 李小暖心念微转 看着王妃 笑盈盈地接着说道 我也想起件事儿了 想说给母亲听听 母亲也帮我拿个主意 王妃神情轻松地 往后靠到靠枕上 笑着是一李小暖 接着说 李小暖理了理 仿佛急随意地说道 我有个从小跟着的 母亲姓魏 母亲也是知道的 魏母母其实是 仙母的奶母母 跟着仙母陪嫁到李家 后来仙父仙母 折迈家产进京赶口 遣散了家里 所有的仆从下人 就只带着魏母母进了京 其实仙父仙母心里呀 是拿魏母母 当自家亲人看的 李小暖的声音里 透出浓浓的山杆来 王妃眼圈一红 伸手拍着李小暖 哽着声音感慨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李小暖忙端起 机上的热茶 递给王妃 见王妃接过喝了两口 才微笑着 接着说道 天夕二十六年 因了那场疫病 仙父仙母染了病 一直是嬷嬷日益照顾着的 后来 也是嬷嬷便卖了所有东西 才没让仙父仙母 卢喜裹身 就是我这命啊 也是嬷嬷拼死救下来的 李小暖顿住话 垂着眼帘平息了片刻 微微整理 才平和着接着说道 仙母啊 是两只鹿连家的姑娘 缘在家时 针线上就是极精的 在连家姑娘里呀 也是数一数二的 仙母的针线 都学着魏嬷嬷 说起来 李小暖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嬷嬷从小 就盯着我学针线 学到现在 起而 嬷嬷看我的针线 又叹气了 说我这一年半载的 又是没个长进 王妃 伤感难过着 又被李小暖 说得失笑起来 李小暖嘟着嘴说 母亲是不知道 嬷嬷呀 就从没夸过我 从学针线到现在 就是说我针线活粗糙 王妃忙拍着 李小暖的手安慰道 粗糙就粗糙了 咱们这样的人家呢 百般东西 不过都是要懂些罢了 不至于 让人欺瞒拿捏了去 也就是了 难不成 还真让你做针线去呀 再说 我看你的针线呀 也算是极好了 连家的针线 我是知道的 最重惊喜 也不是谁都能学得出来的 这样就好 王后啊 若闲了 打发个时辰 想做两针就做 若闲累呀 就别做了 李小暖笑着点点头 还是母亲疼哦 王妃笑得 眼睛眯成了一线 李小暖看着王妃 笑盈盈地接着说道 魏嬷嬷呀 人是极本分的 从来不肯闲着 前些年 在古府住着的时候啊 先离老夫人 一来敬重嬷嬷 老实本分 二来呀 也是实在爱 嬷嬷一手好针线 就让她到绣坊里 教导那些绣娘们 母亲也知道 上里镇和京城的 两家绣坊呀 原因为绣品粗糙了些 也只好做一些 中等人家的生意 从嬷嬷到了绣坊之后啊 我就让绣坊的掌柜呀 宁少也要惊 凡绣坊出来的东西 渐渐都是极精致才好 这生意呀 倒是一天比一天 好起来了 这我知道 从你们进了京呀 那间绣坊的东西 就跪起来了 跪成那样 可还是一天比一天难买呢 王妃挑着眉梢 一边笑 一边说道